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都市人群生活压力增大 晚上失眠成了常事 晚上睡个好觉成了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梦想 长期失眠给患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长期失眠容易脾气暴躁 精力不能够集中 经常觉得疲惫不堪 被失眠所困扰的上班族 可以试试今天这道餐 快速帮您减轻失眠的症状 帮助你安稳的入睡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做法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15克左右的三圣肝 三圣肝胃肝酸性寒归心肝肾肾经 传统中医认为三圣肝泡水喝 有补血、织阴、生经、韧照等功效 可用于治疗肝肾不足 血虚、筋盔引起的眩晕耳明 筋伤口可、虚发皂白 失眠多梦 长照便秘等病症 失眠病变主要在于心肝脾肾 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 心主神明 神安则美 神不安则不美 血由水骨精微所化 散奉于心则心得所养 收藏于肝则肝体柔和 如果患者失虑疲劳 三级各个脏腑 则精血泪好 心神施养 神不泪手 阳不入阴 进而导致失眠 而三圣肝归心 肝胜经 因此有利于阴阳协调 神治安宁 对缓解失眠效果非常的好 接着再来准备五颗的桂圆肝 桂圆肝含有糖分和多种维生素 具有阳血 安神 补心意皮等功效 可以辅助治疗失眠等作用 桂圆肝又称为龙眼 中医认为桂圆肝胃肝 性温 若发生失眠 神经衰弱 贫血 记忆力减退 心悸等病症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施单的摄入桂圆肝 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桂圆肝不能够多 大约三至五颗就可以了 过多容易导致上火的症状 桂圆肝我们把壳剥干净就可以了 接着准备五颗的百合肝 中医认为百合性寒 胃肝 具有清新安神的功效 临床对于精神恍惚 失眠多梦的症状 有辅助治疗作用 一般轻度失眠患者 使用百合之后 能够快速地改善症状 百合还能够起到养阴 生经 因为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 百合肝泡水 煲汤 或者是其他的食用方法 对于阴虚火腕所导致的 经三口渴 口干 眼睛红肿 口腔溃疡的人 如果适当地喝一些百合水 吃一下一些百合 有养阴 生经等功效 另外 百合还能够润肺止咳 对于肺皂所导致的咳嗽 咳痰的人 适当地使用百合 能够有润肺止咳的效果 对于神智不轻 所以导致的 虚烦经济 失眠多梦的人 有清新安神的功效 再来准备五颗的玉竹 玉竹它属于一种中药材 用玉竹煲汤 或者是煮水喝 可以起到安神 入眠的功效 玉竹还具有 知音润造 以及生经止渴的作用 适当地吃 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 玉竹能够清热解毒 对于发热 口干舌燥 庸穿中毒 等症状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玉竹具有安神定制的作用 对于失眠 多梦 心烦不灵 等症状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玉竹还具有 健脾开胃的作用 对于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的人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玉竹也能够 起到知音 润肺 对于因肺造 引起的干咳 咳血等症状都能缓解 还有清热化痰的作用 对于咳嗽 痰多 气喘等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玉竹还能够补肾 养心 对于肾虚 所导致的腰酸 腿软 头晕 耳鸣等症状 也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平时可以多用玉竹 泡水或者煲汤喝 再来准备食客的福灵 福灵具有 淡肾 逆湿的作用 可以起到 溺水 补气 肾湿 健脾 安神 凝心等作用 凝床导致失眠的原因非常多 心神不灵 是导致失眠 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 心神不灵的患者 出现 抗愤情况就容易引起失眠 而福灵具有灵心安神的作用 对于心神不灵而引起的失眠 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福灵它是中药的一个名称 它具有消肿 溺水 肾湿 健脾 灵心 在临床上应用于 治疗水肿 痰液过多 腹泻 心剂 失眠等 接着再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三药 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可以用三药煲汤泡水 也可以用它煮粥喝 三药可以蒸着吃 或者是和大米一起煮成粥 中医认为三药具有补充益气 健脾止蟹的功效 对于气血量需引起的失眠 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能够很好地调节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因此 适当地吃三药 对于失眠 能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另外 三药还能够滋肾 易筋 易肺 止咳 降低血糖 延连易受 改善内分泌系统等作用 对于长年暴饮暴食 或者一些不良饮食习惯的人 三级脾胃会导致失眠 可以吃三药来进行缓解 去皮的三药切成薄片 所有食材清洗干净后 倒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慢煮4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地让我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40分钟后 里面的食材都煮得很软烂了 加入少许的食盐 调一下味 搅拌均匀 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长期的失眠 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带来非常的不便 如果您也正在被失眠的困扰 那么不妨试试今天这道汤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简单 只要坚持喝上一段时间 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